《忠实实与世纪》 《忠实与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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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唉,唉,终于回到京城啦! 老鬼师生刚才告诉我 天堂的官员正在陈列各种制气 让我马上讲去学一下东西 本官就是天堂的负责人蓝雀 你是哪位啊? 拜见蓝雀大人 我是新来的礼部官员红豆 特意过来学习怎么办制器和制品 咦?大人啊? 为什么这里得蓝色制器,不见制品? 教识你第一件事 办这么大型的活动 最重要的当然是彩排 说得是彩排 当然不会将欠给神灵享用的制品拿出来 总之,你自己想象一下制品 听我指挥,摆好制器 明白了,请蓝大人痴交 首先,你知不知道我们用的制品 通常包括什么? 据我所知,制制会使用顶级制品 例如肉器、施职品、动物和谷物等 除此之外,祭坛上面都要放芬香、鲜花和蜡烛 在最高级的制制仪式里面 还要献上完整的动物牺牲 嗯,也算有些基本形式 你眼前这张就是天坛公赞图 记录了各种制器和当中胜在的制品 我们可以跟着将图学习 哇,有这么多吗? 一开始应该放什么呢? 公案上会有一个神位 神位前面会放一件灯 说起灯,我记得灯是有盖高竹碗 里面是装着大根,即是没有调过味的浓肉汤 对啊,灯放一件就够了 在灯的后方,右边会放一对虎 左边会放一对鬼 放主熟了的穀物 原来是这样 我放好虎和鬼了 它们的两侧放的是 斗和鞭? 对啊,由左边讲起 制制者的左手边要放放斗 按长方形排列 里面放的制品种类很多 你看一下有哪些制品 嗯,有各种叶菜 鱼、桃、绿、猪等的肉汁 和加入了牛羊猪肉的竹的食物等等 没错啊,而根据檀表规格和祭典的重要性 每张公案最多可以放12件豆 你数一下这里要多少件豆 1,2,3,4 天壇正位上总共放了 12件豆,我已经排好了 好,果然是老鬼大人教出来的学生 现在我说右边吧 要放上12件边 边是由触司编制的 独立盛放盐、鱼、组等时令食材 也是唯一一种可以盛放生食的非磁质制器 啊,我看到公案的最下方 还有一个长方形的木盘 是用来放全牛的 全众,辛苦你了 祭器的位置都放得很好 我要教你的就到这里先 之后就靠你自己了 嗯,我会好好铭记于心 多谢大人指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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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